近期,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对以色列巴西导弹袭击,在这个局势复杂而且充满混乱的国家,这个消息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。 而此次提及事件中的两枚导弹,却是幕后支持着伊朗出产的,制定一步加深了意义之间的矛盾,而在此之前,伊邦还控告伊朗,援助了黎巴嫩真主党,以及巴勒专组织。 实际上,这些表层矛盾的根本在于叙利亚,整个中东地区动荡和混乱的主要焦点国家,也是叙利亚,如今续冲突情况的复杂程度,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。 是混乱的局势中,主要有三大武装势力,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,以及极端叛军,其余的小规模武装均属不胜属。 而前两者的斗争,却包含了许多国家的支持,支持着两伙势力不同的表态,代表不同的立场。 其中涉及最大的两国,正是美国和俄罗斯,反对派武装有美国的支持,而是政府军有俄罗斯支持,因而美俄两国先后派出军事力量介入叙利亚,叙参局势直接升级来大国博弈。 除此之外,叙利亚这两大势力,还争取到了中东其他小国家的支持。 这些中东的国家表态,支持哪个势力,就代表不同的态度,实际也是在为此胜利益的考量。 其中,伊朗作为中东地区最知名的反对美国的国度,在立场上必然和后者不同,他选择支持社政府军,并且用武装力量介入部署导弹。 而至于以色列在察觉到对手的军事动作之后,明显感受到了威胁。 有消息,显示,美媒体曾经曝光以色列支持反对派武装军,这就等于在态度上倾向美国而敌对伊朗。 至于美方部署反导系统,就是对以色列的声援。 更重要的是,前不久以色列利用军事卫星,侦查到了伊朗在世界内部署的导弹工厂和军事据点。 按照伊朗惯例,他们肯定要定点打击直到消除以患,但终究置不于几次空袭之后,不难看出,这些年美都一直称伊朗在世界内部署了大量导弹,并且以次为名,以次发起空袭。 而至于伊朗到底在盟友身上,投入了多少军事力量,目前就不得而知了,帝国防部宣称,伊朗介入的军队有十万人,这个数字允许有一定的夸大成分,但也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担忧。 倘若日后还会发生类似的导弹袭击事件,义军必将以此为接口展开空袭行动,遏制伊朗系武装力量的发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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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